在高雄生日不夠五年的 A.I.P.索尾家庭 在高雄屏東跟台南有市境實體店面 說惡性來搭檔 業者是拆毀元座 有不少人已經生立錢 業者是加進團購 現在的消費者跟秋雄市找沒人家賺 已經有五百的受害者造成主救費 粗暴公家製作給騙招 兩有四千多萬 現在是懷疑這個老闆 基本就是有價位要來騙錢 在高雄的A.I.P.索尾家庭 替門關起來的其他分店也怪問 有的市場已經向業者留定單 要家庭的消費者真正確 有一個台南收集在19月一家 向業者停買 洗三機 航三機 頂一頂 總計是十四萬 有這次人申請在市盤情罩 趕快來派出所報案 所以媽媽的學生買新房 也向這家庭向業者 停買很多家庭 現在不知道要怎麼做得更好 當然很噁啊 一直唸他 他就說 那個是政府機關 那國民旅遊卡的特約商店 那我們怎麼可能就是會懷疑 也有高雄的一頂消費者 直接才有發言申告 這間A.I.P.索尾家庭 利空一數年生日 經營者是一堆公子 在網路上強調家庭團國 消費者全台都有 被騙今天 外部高級兩億四千萬以上 消費者也提倡要保留太多 提起訴訟之前 消費者其實 這部分是一個 金權債權的請求 他可以向法院申請 這個假扣押 來先扣押這個 債務人的一個財產 警方調查受害不僅是民眾 包括經營商收到的支票 也都跳票 還有家電行的觀光 也參與團國 也佳作受害者 目前的依存案處理 希望靜索團調 否則警告案碎餅